今天的影片是Deforum教学系列的第三部 要来介绍一下使用maxf变数射击镜头 以及使用该的image来控制图片生成的构图 在使用Deforum扩充的过程中 我们要么使用函式让镜头遵循特定的速率进行摆动 要么就是使用帧数来设定速度转变的时间点 从许多大神分享的设定档 我们可以看到 镜头摆动的速度几乎都是基于帧数的 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精准地控制镜头移动及旋转的速度与时间 不过对我来说 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如果我们要增加帧数 则原本设定中的帧数可能就需要经过重新计算了 不然至少也要为新增加的帧数再书写不同的动画效果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动画演示 每隔一阵子镜头就会横向转动 我在Rotation 3D Y这里输入的关键影格 Keyframes似乎多了一点 不过拆解来看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这支动画一共转动镜头三次 每一次转动的计算中 我使用了变数MaxF 也就是我们在输入设定时的MaxFrame数目 也就是说 如果我输入的MaxFrame是360 那这个MaxF变数所代表的值也是360 搞懂了这一点以后 剩下的就是简单的数学了 首先 我在动画一开始时 让Rotation 3D Y除于0 也就是静止的状态 直到来到MaxFrame的四分之一帧数时 才将Rotation 3D Y的数值从0直接加到8 方法是于总时长的四分之一帧时 输入一个关键影格为0 然后在总时长的四分之一帧再加1的这一帧 再创建一个关键影格并设为8 并且 这个转动的幅度要维持大约13格 所以在总时长的四分之一帧再加13格处 创建一个关键影格并设为8 这就表示 从总时长的四分之一帧加1开始 到第13格为止 镜头的转动幅度都会是8 并且在总时长的四分之一帧加14处 再创建一个0值的关键影格 如此一来 一次转身就完成了 接下来 我可以复制并在末端贴上一样的关键影格 再加1分之1改为1分之1乘2 也就是第二个1分之1的意思 最后 连3分之3的部分也一起贴上并改好 如此一来 本次动画的三次转身就都设置完成了 这样做的好处 是如果你之后想要将动画的总帧数提高 你的这部分计算 是可以直接沿用的 不需要再进行任何修改 第二个想要介绍的 是guided images的功能 不明思义 guided images的作用就是在生成动画时 在特定的时间点控制构图的状态 乍听之下 这感觉跟control net有点接近 不过要注意的是 这个guided image的作用只能影响动画产出的构图 无法控制太多元素 在这个演示中 我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使用了不同的图片 不过看着动画和参考图片的对比 你会发现guided image的影响力 比control net小一些 不过 变化的过程则呈现得相当自然 算是蛮好用的了 要使用guided images 有几个需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 需要使用JSON格式 设定每个图片对应的帧数 帧数的部分可以使用maxf变数 第二 使用的图片必须跟产生的动画大小一模一样 一点偏差也不行 不然的话就会报错了 第三 如果想要达成回圈播放 Looped animation的话 第一张图片和最后一张图片 必须为同一张 并且 第四 动画的总帧数 需为最后一张图片的帧数再加21 第五 为了要让回圈成立 你的第一帧和最后一帧的种子必须一样 这部分的函式我也写好了 你们复纸贴上就好 不过 虽然如此 我个人还是觉得 动画的回圈效果有点要靠运气 像这个动画的回圈就呈现得相当自然 不过一旦帧数多了 参考图片也跟着多了以后 很容易就会变成像是这个演示的动画一样 构图会变得有点跳透 在看这影片的你 如果有什么好方法 可以将回圈动画控制得更好 欢迎在影片处留言 好了 本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并追踪本YT频道 再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谢谢